新鲜景业,每天小故事 齐国丑女的故事还没有完 今天我们继续讲一个 非常有意思 齐国从齐宣王到齐敏王 齐湘王,爷孙三儿呢 有一个共同的怪僻或者齐玉 和大丑女都有故事 我们知道齐宣王是和吴妍 齐敏王和树柳女 到了齐乡王是和孤祖女 什么是孤祖女呢 顾名思义 是一个孤儿 非常孤独,没人要 被乡里乡亲三番五次驱逐 齐国之大没有容身之处 一气之下干脆跑到齐国都城林芝 一定要面见齐乡王 讨个说法 这个时候齐乡王正在吃饭 听说这个女子 尤其是她来自寂寞 当即放下碗筷就要接见 左右都很诧异 说这样的一个大丑女 又被乡里如此驱逐 肯定是一个不懂得礼仪廉耻之人 大王为何要见她? 齐乡王就说 你们是不懂啊 牛叫,马不应答 不是因为没听到 而是因为根本就不同类 她们之间无法交流 这个女子一定不简单 我一定得见见 对,齐乡王为什么会这么丧心呢? 哈? 除了她爹、她爷爷都有这个跟大丑女的这种家话 对吧? 另外一个呢 我想这个女子来自吉末 也勾起了她过去心酸的回忆 就不忘再举嘛 中国有一个历史典故叫做不忘再举 什么意思呢? 就是 齐乡王跟以前啊 她的那个春秋时期的公子小白 就齐桓公一样都有过很心酸很落魄啊 就差点死掉的经历 当年公子小白对吧? 跟豹书牙一起逃到举国 就现在举城这里躲避 摘祸 然后后来再回到齐国都城 当上的国君齐桓公 但是呢 那逃亡的心酸啊 一直都记得 一样这个齐乡王呢 他还是太子的 叫田法璋啊 那个时候 燕国和另外几个国家五国联军 一起攻破齐国七座斗城 只剩下齐末和举城这两座 他的父王齐米王 还有他逃到这个举城来 他的父王呢 就指望着齐国 派了一个叫闹齿的将军来救啊 结果这个闹齿呢 落井下石 把他爹给抽筋拔皮 吊死了 使得非常凄惨 而他呢 就隐姓埋名 藏了起来 那举城又不大 怎么藏呢? 他就有点像新叶电影《唐伯福点秋香》那样子啊 卖身为卢 到华府里面 变成九五二七 做卢浦 他呢 他呢就是跑到太史角的家里面去 当卢浦给人家去做圆钉 浇花灌水 啊 这样子躲藏下来以后呢 也是好像唐伯福点秋香一样啊 换了衣服 然后又开始这个 神采益益 风度翩翩起来了 就被他们家的太史教的这个小姐 也注意上了啊 那小姐经常去给她送好吃的 给她送衣服 两个人就慢慢的好上了 失通了 填法章呢 就偷偷告诉她 其实我是太子来的 但是你不要告诉别人 帮我守住这个秘密 也是一段爱情佳话 不敢承认 这个时候 这个她爹啊 齐敏王的侍臣、晋臣 有一位叫公孙甲 他们到处在找啊 在找这个太子 而且知道 齐敏王被这个烙池残忍杀害以后 就在烙池上正臂高呼 说谁愿意跟我一起去 杀掉这个烙池 当即就有四百多个老百姓 哼 誓死啊 提着脑袋去干 结果真的就把这个烙池 她完全没有准备 没想到嘛 就给杀掉了 烙池一死呢 举城一下就安全了很多 这个时候 可能在这个 她枪亲小姐的怂恿之下 填法章就出来承认啊 说自己是太子 大家一起就把她 立为新的齐王 就是齐香王 然后齐王 然后齐王 再把 是吧 太师角的这个小姐 立为王后 就是君王后 一段爱情佳话来的 但是很好玩的是 这个君王后她爹呢 哼 知道在自己眼皮底下啊 女儿跟男子私通 没有父母之命 没关系 我该怎么做 该守的礼数 我还是守 呵呵呵 这样子的 但依然很危险吧 依然很危险 就是随时可能 举城也破 就王国 对吧 王国之君被杀掉 好在呢 在吉末那个地方 还有一个田丹在那里 四十守卫 田丹是他们田祺忠使的一个远之 很有能力 那时候被吉末的这些臣民啊 推为将军来守卫 守了几年时间 守到最后 男女老兽啊 孤儿寡母全部上阵了 然后她最后搞了一个 搞了一个炸祥 再加上火牛阵 怎么炸祥呢 这先把城上放的全是这种 啊 孤儿寡母啊 老弱病残 让燕君觉得已经不行了 把剩下的精兵呢 全部偷偷埋伏在城里面 再找了一千头牛 啊 全部披上彩衣 牛尾巴上呢 捆上这个 尤庆过的卢伟毡啊 然后跟燕君说 明天我们就开城投降了啊 顶不住了 燕君就放松的戒备啊 然后到了夜里 把城墙着了一些开口 把这个牛尾巴一点上一千头牛 就着火以后啊 疼痛难当 全部都往外冲出去 把那些燕君呢 全部给下得溃散啊 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以为是神兵天将 全部得下溃散了 然后田丹呢 再趁势一举 把燕国七十多多城市 全部给收复了 大家以为他要自立啊 他还是最后选择到举臣迎接回来 齐湘王和君王后 他们那时候已经生了一个儿子啊 就是田建啊 齐国的最后一位君主 最后呢 是吧 就回到都城林芝 这样子 嗯 虽然齐国复国呢 就元气大商 远远不能跟他父亲、他爷爷的时候相比 而且君臣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 对吧? 因为田丹这个人功高盖左 你呢? 你这个国君之位也是捡回来的 而田丹这个人又不太懂得 自己往身上泼污水的把功高盖左 齐湘王又有惨痛的经历 心有余悸 然后又 对吧? 心里就很猜疑田丹 呵 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下啊 历史背景下 然后都听到 来自吉末的一个孤祖女 大丑女 要来见她 对吧? 从她爹、从她爷爷的故事来看 通常这种大丑女 都是很有本事的 哈 能帮自己出谋化特 啊 甚至自己可以召为王后 对吧? 妻妾 常常可以听取意见 好 她当即就召进来 说是聊了三天三夜时间啊 这三天三夜 除了聊天 也不知道还做了其他什么事啊 这三天 聊了什么核心话题呢? 啊 就是聊相国 我们再讲一讲啊 三日坛 三日坛呢 有四个核心的对打 第一天 这个孤祖女 问齐虾王 大王你知道 国之柱石吗? 齐虾王说 我不知道 你讲讲吧 孤祖女就说啊 国家的柱石 就是宰相 大王呢 就好像栋梁 百姓就好像屋顶的那些船子 支撑着屋顶 而这个屋顶呢 就是我们的齐国 如果屋顶想要安稳啊 大王想要安稳呢 首先 是要这个柱石安稳 它很正 对吧? 否则呢 如果柱石不安稳 歪歪斜斜 那么 整个房屋 就会倒塌 哈 你明白了吧? 哈 就是 相国非常重要 他宰相 这个位置 非常最重要啊 那么 第二日 就接着这个话题 齐虾王就问 那你觉得 宰相啊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哼 孤祖女又打了一个比方啊 我们说几代齐王他们都很喜欢隐语 就说你得打比方比喻的方式 我文化水平不高 性格露逼啊 你直接给我说我不喜欢 但是你打比方的方式用隐语啊 猜谜 我很喜欢很感兴趣 对吧? 而且我听得进去 这个孤祖女呢 就回答他第二个问题啊 就说 宰相呢 是像比目鱼 什么意思呢? 就是齐虾王就好奇了嘛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因为古人认为比目鱼呢 两只眼睛在上面啊 所以为了辨别方向 一般是两条比目鱼 这个 排列啊 并列而行 那么孤祖女就说 你要在外呢 贤民左右啊 在内呢 妻子好和 这叫内比 外比和内比 对吧? 就在外面呢 要把臣子啊 左右 当作私有 老师和朋友来对待 在内呢 要跟妻子和孩子和睦相处 这也就叫比目鱼 呵呵呵 好 那么 到了第三天啊 那么 齐虾王就又问了 那你觉得我的宰相啊 我现在这个宰相啊 那就应该是说田丹了 对吧? 他到底怎么样呢? 要不要换掉啊? 核心问题来了 对吧? 要不要换掉他? 那孤祖女就说了 是个宗裁 呵呵 但是呢 目前好像还没有 已经属于很难得啊 但是目前呢 好像还没有比他更好的 如果有更好的 当然 可以换一个更好的的 但是目前没有 但是大王用人呢 没关系 你可以先用一个差一点的 然后再会带来一个更好的 就好像楚庄王当年 啊 用这个于秋子 就带来了孙苏敖 奸造王 用郭伟 带来了乐意 对吧? 所以你只要 虽然他才能不是很够呢 你只要去激励他 他就会发挥出来 呵 好 这就带来第四个问题 对吧? 那齐虾王 那我怎么样去激励他呢? 呵呵 这个时候 顾主你又说了啊 他非常厉害啊 对大如流 完全没问题 而且说的都很有智慧 他说激励就很简单 你只要尊重他就可以了 就好像什么呢? 就好像以前齐桓公 他尊重那一些 会肃算之人 天下那些有道之士 就来投奔 岳王勾剑 他非常 对那个唐碧摆车 李敬有加 上去拜那个赶 挡车轮的唐狼 结果岳国那些勇士冒出很多来 为他笑死 叶公好龙 对吧? 我们都知道 然后没多久 龙就自己飞过来 哈? 来见他 所以 只要你去做出喜好和尊重 这种万物应验的事情 是来得比你想象还快的 呵呵 对吧? 说得非常好 果然 齐桑王呢 他就 一改去怀疑疑心 对吧? 这个田丹 而是改过去 对他 十分尊重 李敬有加 呵呵 还把这个 啊? 孤祖女 嫁给了宰相 应该就是田丹 对吧? 非常有意思 对吧? 又是一个大仇女 呵 到处都没人要 被人驱逐 最后只是因为找了齐国的君主呢 三天时间 马上就变成了齐国 齐相的夫人 呵 因为他齐相 他听说齐相刚好死掉了夫人啊 所以这个时候跑过来 为什么没有做王后啊 或者是齐相王的世界呢? 哈 我们说了,前面说了 他有一个君王后嘛 对吧? 他有一个爱情佳化 是那种威末时期 那种情况下 到人家府上去装九五二期 发展过来的 应该感情非常好啊 所以就没有 没有让他做自己的女人 但三天三夜里面 可能也会发生不少故事 对吧? 好 接下来呢,我们知道啊 齐相王和他的宰相田丹之间 还是有一些有趣的小故事的 对吧? 嗯,其中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田丹呢 他不懂得往自己身上泼污水啊 功高盖佐 反而他喜欢去做一些 让老百姓很感动 但是齐相王非常厌恶的事情 比如有一次 啊 他在城外 看到有一个老头儿 看到有一个老头儿 老大爷度水、赤脚度水 很寒冷啊 冷、涩涩发抖 他就跑过去给这个老头儿披衣 身上没有别的衣服 就是个球皮大衣啊 他就把这个球皮大衣剪下来 去给他披衣啊 然后这事儿呢 在后面就让齐相王看到了 非常不爽啊 就说,嗯? 是田丹这人 简直就是在收买人心啊 估计是想图谋篡位啊 不如早点弄死他 他一不小心地说出口了 然后他警觉着一看 左右没有人 但是岩石旁边有响动 有一个人啊,出来是谁? 然后说是一个叫 书上叫《贯诸者》 不知道这个贯诸者是谁啊 就问你听到刚才的画面 听到,就没杀他先啊 就说,你觉得如何啊? 我说得对吗? 然后这个贯诸者呢,就讲 大王呢 不如去嘉奖田丹他这个善心啊 去帮他宣扬 然后送油送酒去犒赏他 发布政令啊,让天下都知道 田丹这样做呢,是受了大王的旨意 是田丹爱民,是大王爱民而已啊 果然就这么一搞 然后老百姓都在称颂齐香王 然后第二天呢,这个贯诸者又来,又来见齐香王 说他要在朝堂上,也要对田丹理尽有加 对吧? 然后这样子的话,大家都觉得 这都是我们的大王啊 有海量,大王爱护百姓 而这个贯诸者是不是我们感觉有点 看上去很熟呢?对吧? 就很像是这个孤祖女说的那一番 要对宰相进行经历,怎么经历呢? 就是尊重他,对吧? 用这种方式 所以呢,这个贯诸者呢 可能就是孤祖女啊 倒是他放到田丹身边的 既做田丹的夫人呢 然后也相当于自己的一个 间谍,对吧? 可以帮助相国,可以帮助自己 是这样一个意思 很多很难翻译这个贯诸者啊 有的说是穿诸子的工人 有的说是在那里踩诸子的人 但这个诸呢,通常都跟女子联系在一起 对吧? 所以我们不妨就这样子去 啊 这样子往身上,往孤祖女身上套吧 对吧?就是这样子 到底有没有孤祖女这个呢? 也不知道啊 因为这是出自西汉刘相的《列女传》 而像《吴言》呢 《钟吴宴》、《钟离春》 真实性更高 嗯 毕竟有名有姓,也有《吴言》这些地方 啊 《东周列国志》啊 这些都有写啊 那么《孤祖女》呢,记载的稍微少一点 但看《列女传》里面其他大多数女性 都是历史上有真实人物的啊 所以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只是正史里面肯定不会去记载这一些女性 对吧? 好吧 这个齐国的丑女呢,主要就是介绍这三位啊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